HELLO 大家好,我是盖一 在專注追求握推上的進步時 也別忽略了自身的安全 先來跟大家分享護槓的重要性 以及在沒有護槓的情況下 當你無力將槓推起時該如何自救 首先,在有護槓的情況下請大家務必裝上護槓 最理想的護槓高度會落在略低於胸、高於喉頭的位置 當你做到力竭時力量掉的太多 最後一下就是沒有辦法把槓推回架上 或是姿勢已經過分跑掉冒著受傷的風險 硬是要用很糟糕的姿勢把槓撐起來 那麼你應該就要放棄這一下,把槓放到護槓上 如果槓偏向上方,建議你把槓滾到喉頭的位置 身體直接從下方滑出 No problem 如果槓偏向下方,建議你把槓滾到下腹或尺骨的位置 身體從上方滑出 No problem 這是在有護槓的情況下較為理想的方式 然而不是每一種握推器材都有護槓的 當你在沒有護槓的情況下 因為各種因素不小心超出了自己的極限 導致無法將槓推起 那麼請好好記住接下來的示範 第一招,槓滾下滾 在力竭時把槓滾向尺骨的位置 然後坐起來雙手抓住槓滾 用我們腿部以及寬部周圍的肌群同時發力 把臀部往前推 可以很輕鬆的把壓在身上的槓推到地上 第二招,槓鈴側倒 如果你連滾向的力氣都沒有 或是被槓壓得喘不過氣 請你直接把重心往其中一邊偏 使槓鈴單側直接落向地面 然後滾動你的身體從另一側滑出槓鈴 還有一種狀況也是最危險的情況 不論你是做到力竭還是手滑 不小心讓槓鈴落在你的頭 這時候不用多想 就是把槓鈴往側邊倒 滾動你的身體從另一側滑出 最後再次呼籲大家 握推是一個很棒的訓練姿勢 也是男士們很喜歡練的動作 但請務必注意好自身安全 在有護槓的情況下 請務必把護槓裝上去 如果你使用的握推其實還沒有護槓 也務必再有人陪同下次來訓練大重量或是力竭組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祝大家健身也健康 下次見,掰掰